明依在线,为你健康所想 尖锐石油治好的概率大马 李星春,南京优加病毒由医学研究所皮肤性病科主治医师 尖锐石油治好的概率大马 我们在工作当中偶尔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患者 当他来的时候,感觉到天都塌下来了 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病治疗了很多次 老是在处长,这里好了,那里长,那里好 这里才反反复复的,感觉已经没办法 检查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 他在哪里发 他都是在Jenry斯益凯兴进行发明 也就是说,他的病毒,HTV病毒 侵犯的这个表皮细胞,就是临床细胞 面积比较好 有的地方有油体长出来 而有的地方没有 他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只是把长出来的油体去拿 那么没有长出来 那么这里好了 这边不是又长起来了吗? 所以是反反复复的这种质量 让他的信息上市 感觉这个这边就是治不好的一个基础 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我们采用用什么手段呢? 直接不是吃掉油体的手段 而是直接去杀密病毒的一个手段 把这波尔尔会的易感区域 我们同时会给他用上药物 让这个药物伸透到我们的表示的基层基底层 杀密的这个HPV病毒 以及受HPV病毒侵犯的临床细胞 那么把这两个化 需要油体和自然的控制度 那么没有方便的也不会再方便 现实起来结束之后 还有少量的这个病毒存在 它也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基体 会一定把残余的这个病毒体 那个残余就要达到一个治愈目的 当然也有几少部分患者 几少部分反复了治疗之后 有出现过别的这种情况 我们每年呢 发现尖瑞石油癌变的 去年发现了两病 今年到现在为止才一定 这个癌变的数据还是比较低 所以说你大可以放心 专家提示 尖瑞石油只是一种 常见的皮肤性病 通常都是可以治愈的 不必过于担心 临床上只有当患者 同时合并了免疫系统疾病的 治疗难度才会变得比较大 也无法确保一定根治